是一路滚下来的 我正在和我的粉丝们直播 然后我就偷偷地拍了照片 嗨大家好 我是陈瑶 今天呢 想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旅行当中照片的一些故事 这张是我小时候 我爸妈带我去公园玩的时候 这个帽子是我慢慢亲手织的 然后外边的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围兜 这一张照片 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会儿还是短头发 这一张是在拍戏的时候 在台湾肯丁 这两张照片是在大理 我正在和我的粉丝们直播 带大家逛一下大理的古城 这个也是在大理直播结束 然后我们去吃了一顿火锅 出来的时候就碰到了这只小黄狗 就觉得它好可怜啊 我就到处去找那个 有没有卖吃的地方 这一张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粉丝来给我过生日 这一张是在北京的一个赛车场 是在拍成虹年代的时候 然后这个呢也是在北京 在往湖北水镇去的方向 路边的风景很美 停下来拍了一张照片 我记得那天很滑 我是已经没有滚下来的 这张是在三亚 耳朵边上还夹了一个鸡蛋花 特别香很可爱 这张也是在大理尔海边上 这两张是在青海路过戈壁滩 然后我们就有停下来拍一些照片 这一边呢是在去年去青海那边 第二条环线经过的东台吉拉尔湖 它是一个沿湖 有点像天空之镜 这张照片是在大理的时候 有海鸥还买了很多面包 在那个海边上就喂他们 把他们都招过来了 然后我就偷偷地拍了照片 这个照片是我在横店工作期间 因为想让自己保持一个积极的状态 就一直有在保持运动 这张照片是我在拍 穿盔甲的少女的时候 它是一个讲 冰球运动员的一个故事 在拍摄之前 也有花一个月的时间去了解这个运动 每天就穿着那个冰刀 在那个冰场划来划去 很美 像冰雪奇缘 好了 这就是我分享的 我这些相片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维持一个 积极乐观和向上的一个态度 去生活 记录生活当中美好的事情 我给你们看